八福的话,这是耶稣的这个,现在老弟开始讲的里面 那就是五十四笔,天国八福 我们刚才读到哪里? 全部读完,五十四笔 你就读到这个,就把八福读完就可以了 读到这个第十节吧,从第三节读到第十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保持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好,谢谢,这里面天国八福讲到就是说 这个几类人有福了,但后面的就是说 天国是他们的必得安慰,必成收地图 这些都是将来的时代 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神的国完全的实现 是等到耶稣再来 第二次来,完全的实现 但是我们是活在这个过程当中 好,那天国八福的内容实际上涉及到三个方面 一个是对自己的,虚心 那我们依靠神的心 这个哀痛,哀痛是为什么哀痛? 为罪 为罪哀痛 对,然后对神是饥渴末义,是吧? 然后对人是有温柔,年去人,心心,此无和睦 所以这个天国八福实际上就涉及到三个方面 对自己,对神,对人 那,特别是对人,等于说 针对法利塞人讲,这个是有很大的反差的 法利塞人注重的是表面上 那这里面谈到的是 把法利塞人希望得到人的称颂 但这里面是完全是对人的怜悯,哀痛 那,第五诗 紧接着五十四C 我们,这个天国八福 往往全都涉及到内心 那五十四C 我们都很知道一段经文 就是华大福音语章十四节 你们是什么? 世上的光 神在这大山上是昏灵 大家注意,耶稣谈到这个世上的光 在马三福音整个背景来讲 它是讲了我们活出神的价值观 是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 不是说不仅仅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在,有人说 要是我们做世界上的光 我们进度要去做些事情 当然,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出属神的价值观 天不八福谈到 天不八福谈到 内心 你的内心 做好事情 这个佛教的组织 他们也很会做啊 是不是? 不是做事情 他们是不是在做世界上的光呢?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来讲 我们做世界上的光是我们活出神的价值观 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很好的发小传福音 当然就是 原来在美国都是托人给他带 带这个弘敏诚的讲道 因为他学了这种文明 他说什么 听了之后都非常有收获 他也非常认同这个 后来我回国也跟他见面了一段时间 但是他讲的一个见证对我触动非常大 他说 他的一个子女是荷兰的 因为他 他的太太 这个同志还在国家机关工作 他的子女在北京上学 就当时后来培养考公务员 他们呢 就通过方式呢 就拿到瑞年考公务员的体 我还可以这样吗? 好 那我不知道 对 对 好 拿到考题 就准备给他的子女 他的子女是一个基督徒 他的子女没有要这个诗诀 后来也放弃了考这个公务员 就回到荷兰里的县城 他说这件事对他们触动非常大 我当时听了这个见证之后 我触动也非常大 我虽然跟我同学讲福音给他资料 但是我觉得他的子女的见证怎么样 对 更有的 对 这个就是基督徒在世界上什么 做光做光 就是说我们的行为标准跟世界上的标准怎么样 是不一样 如果我们也是事实上的盐 如果我们的这个盐的标准跟事实上的盐的标准是一样 我们就失去了什么 沿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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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 我们讲福音讲神的国 最重要的是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了神的戒指 我想这个比任何我们口述的东西 都有见证 对 都有见证 我想这个是很真实的 不管是做学生你做工作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 来活着 我想其实 其实 其实外媒人其实都不看得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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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也知道 这个 当我们活出来了之后 我们最重要的荣耀是给神 就是我们呼召 出这个世界是 在这个世界 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是因为它不用讲的 我们的价值观 跟神价的价值观 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价值观 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好 好 我们再看看五十四地 五十四地 五十四地 是这个边山宝勋的这个钥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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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到二十节 摸 摸 但无论何人遵行这戒命 又教训人遵行 他在天国要成为大人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 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篇 对 好 谢谢 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 叫御法 是吧 他就是御法的列表 我做了这个 我做了那个 我做了这个 这是他们的义 耶稣谈到门徒的义 门徒的义是什么 那最重要的是 耶稣谈到的是 从你到外 是内在生命 内心的一个重建 这是 耶稣对门徒讲的这个义 也就是说 这个门徒要做的 是一个理在的更新 是一个生命的重建 这是从你到外的 这个涉及到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做 我们为什么祷告 我们为什么禁食 我们为什么施舍 我们生命中内在的为什么 比我们做什么更重要 是从神那里来的 是不是 我们这个奉献是为了神的工作 我们为什么要施舍 我们最终 我们最终 是以神的标准 为了神 这个内在的 是胜过法利山人的 因为法利山人的义 是靠他自己做的 所以其他的 这个天国福音 天国的其他的 都是这个 讲到关于这个方面 我们是这个义 是内在的义 还是法利山人的义 请问 看着我行 好 这个 我们从第一节 六章 第一节 读到第八节 读到谁了 转过来 放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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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就让你读了 好 你们要小心 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 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 不可在你前面吹号 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 故意要得人的荣耀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向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你们祷告 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必蒙垂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好 谢谢 这里面提到三个假冒为善 提到一个做善事 提到一个施舍 提到一个祷告 那假冒为善 他们做善事是为了什么呢 故意什么 叫别人看见 对 那他们施舍的时候呢 要人的荣耀 是不是 然后他们祷告的时候呢 是起盘在哪里呢 回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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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都看到 大家看到 所以 这里面讲到三个自以为意的 这是法利山人的意 对 对 那对于门徒来讲 耶稣的教老就是说 我们做这些事情 关键是说 是为了神 为了谁 为了神 所以如果是我们为了神的话 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说 故意叫人怎么样 看见 如果是我们为了神的话 我们的奉献 不是说 要得人的什么 不要 不要 如果说我们祷告是 是为了神 为了神的名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在暗中 所以 耶稣基督讲 就是说 你们的意 若不认为 圣国法利山人 断不能起天国 是讲的 就是说 我们在神国里面 我们最终 是取了一遂 神 神 对 我们最终是为了谁的荣耀 神 为了谁的名 神 因为当我们知道 我们是为谁 的时候 这个为谁决定了 我们为神 为什么这样去做 这是截然不一样 当你知道 你做的是为神的 你不会在乎表面 你不会在乎人的荣耀 而且 对于基督徒真正 我们如果是为了神的话 我们只有一个观众 这观众是谁 神 这观众就是神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 真正的我们做事 我们服侍神 最后最重的动机是谁 对 如果我们在这个动机上为谁出了问题 实际上 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 就是朝暮和解的故事 如果有我们的世心 有我们人的荣耀 所以耶稣讲到这个天国的意义 跟法利塞人的意义 这个是截然不一样的 我想我们可以经常的思想 我们在神面前 当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们真的要知道 我们是为神 对 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我想只有为神 这个工作才是有长远意义 这样子 才是长远的 对 当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 为了神的名去做的话 我觉得我们不用担心 对 而且在哥林多 这个 我讲一也提到 哥林多前书四章三道五节 这保罗提到的事情 就是说 等主来 他会造诸暗诸的影情 显明人的意念 其实我相信 我们的动机 我们的这个 意念 其实在神面前 其实神的肯定都是清楚 神的肯定都是清楚 都是清楚的 对 我想 我想 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个操练 不管是我们服事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家庭 我们需要清楚 你可以经常来到神面前 就是说 我做这个事情 我到底是为了神 为了 为了 为了神的荣耀 还是为了 神的你 我想这个可以叫正经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 因为神的荣耀 实际上是非常康泛的 对 然后比如说我们经常说 神的荣耀彰显诸天 是吧 那当然了 天上的这个 太阳月亮 那我们肯定没有能力去加添它 对吧 所以 就好像神的荣耀 与我们没什么关系 而如果我做一点事的话 加添自己的荣耀 或者加添我们这个 我们讲说 所集体的荣耀 然后他说加添国家的荣耀 你可能还能摸得着 那加添神的荣耀 这个确实是 这个是确实 确实 确实说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属灵的事情 和属世的事情 这个完全我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看 那应该是怎么样 对 打个比方来讲 我们刚刚是讲到这个 我刚刚是今天上午讲到的 就是说 我们每天经历私家的工作 或者是我们经历私家的改变 内心的改变 这个看不看得见 有外在的行为 对 如果是有外在的行为 但是 当我们这样经历神 被神改变的时候 我们是看不见的 是不是 但是神有没有得荣耀呢 有得荣耀 对 有得荣耀 是不是 对 我们不能说 用一个外在的事情 来判断 我们看到这个 世上的事情 就是说 或者一个建筑 或者一个中国辉煌 我们可以看到 肉眼可以看到 但是 在属神的事情里面 有些不是用肉眼 可以判断 也就是说 其实强哥刚才讲的 这个 人心的改变 就是神的荣耀 对 因为那是神最关注的事情 对 这是神的工作 甚至讲 一个木道友 他对神的靠近 或者是他 他愿意来寻求神 神的工作在那 我想也肯定是神的荣耀 对 我觉得圣经里 就已经在讲 神的荣耀方方路面 当然这个 创造天地宇宙 这个是 以加添不了年 减少的 但是在人的当中 就像刚才 父强讲的一个例子 那个女孩子 她就拒绝要这个 好题 不去随潮流 作弊 那一个不幸的人 他这个叔叔 他就 有这个印象 说 是他的信仰 是他这样做 他信仰就是那位神 所以我觉得这就也是 为神 见证他的荣耀 增加他的荣耀 也就是说神 其实他一个小荣耀 也是很好 是吧 耶稣就说了 说归 你们这样做 归荣耀于神 外面 让不幸的人看了 归荣耀于神 这是圣经自己这么说的 就是说 你行为不同 发自内心 与世人不同 是言是光 就为神做了荣耀 这个是圣经已经是明显的 就这样做了 我想哪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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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又有一小 一小点让他改变 我想刚才提到的 哪怕我们一群人 我们开始灵修生活 我们愿意在团体 开始勇气祷告 求神的灵做功 神真的做事情了 神有没有得荣耀 有 肯定得荣耀了 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被改变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这个祷告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可能经历到 墓道也来的时候 他们也经历一些改变 这个圣灵的工作 这个虽然用肉眼来讲 可能很难用一个标准来衡量 但是这个荣耀是怎么样 这个改变是怎么样 这个改变是怎么样 还是真实 是不是 你可可以这样理解 荣耀就是也像 归荣耀也顺 就是把功劳归也顺 对 因为他做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人做不到的 对 对 就是说 包括你内心当中 你内心的一些改变 你脱离罪的权势 哪些东西 有些罪的对你的捆绑 已经在你身上 它们有权势了 其实 如果靠你自己的话 肯定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有圣灵的帮助 或者你祷告在你工作 你已经脱离了 这些东西 那这个是 你知道这个不是靠你自己做成的 这是神的工作 是不是 那当然神要得荣耀 是不是 我们也把这个不费荣耀 神 我们是不是自己很清楚 我想作为基督徒 我们讲到成圣过程当中 实际上是不断的神 神在我们身上做事情 圣灵的工作 不断的脱离这个罪的辖制 就是说罪的诠释 在我们身上的影响 越来越少 我并不能说 我们完全脱离这个罪性的影响 但是罪的影响会越来越少 那这个越来越少的工作 实际上是神 我们配合神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那 那谁应该得荣耀呢 是神 是不是 我把这个荣耀归给神 那包括我们做的事情 这个 木道友来到的中间 我们祷告 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 你知道木道友 改变不是靠我们 不是靠我们 这个 这个 做了一个party多好 不是靠我们这个 这个 这种解禁解的多好 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 他在他心 他的心 受到圣灵的工作 有靠着 我们靠着 我们靠着我们的媒介 我们在这里 我们有成为神的见证 我们生命的见证 神的话语 圣灵的工作 在他身上做事情 那他被这个所信 他被改变 那这当然是怎么样 是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 那当然神要得什么 得荣耀 这个 这个 不是靠我们能够改变的 所以 所以 我们讲到神的国 我们讲到神的国 讲到神的荣耀 这里面 当然 当然 大自然可以反映神的荣耀 这是外在的 这是神的创造方面 那我们 我们这里讲到神的国 完全是神的内心 改变 重建 神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的彰显 那 最终是神的荣耀 我想 这个是福音的核心 因为 每个人 或者每一个民族 他有不同的国 他的国如果都在 争取他最高利益的时候 那他只是为他 那个国 那个族群 在争最高利益 那神的国是不宜 是超越这个的 是爱的国 对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和的 平安喜乐的 和平的相处 对 是 就是我们 神的国 义嘛 就是义的 相对的就是 就是罪嘛 我们是脱离罪的 我们过出圣洁的生活 有神的公义的标准 我们有这个 公义的这个 价值观 圣洁观 这个 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 神的国在我的心中掌权 因为当一个 当一个摸到有信的时候 最宝贵的就是说 他脱离罪的权势 是吧 他从这个黑暗的国度 迁到什么 国爱子的国爱人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读的 这个马太福音五章 里面的三到十六节 后面一节 我们没有读到 就是盐和光下面就说 你们的光也当照 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 你们的好行为 对 便将荣耀追给你的天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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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荣耀追给你的天上 对 对 我鼓励大家 你们经常思想 你们经常做些决定 你思想 你要思想 我是为了谁 对 这很会提醒我 对 如果只是为了 自己 对 为了人的话 对 对 对 这个会很不一样 对 但是我们人往往出问题 就出在这里 我们到底是为了谁 好 好 好 所以 其实我们慢慢进入主导文了 主导文就是说 我们在天上的什么 天上的父 主导文的前半部分都是跟神的一关 神的名 神的国 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地上 神的旨意 神在人内心掌权 所以真正的祷告 真正的祷告 不是一个 我想讲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祷告 是以神为中心 是求神来改变我们内心的 是我们进入神的旨意 不是我们要求神的 因为要求是放在后面的 是用的饮食 是放在后面的 真正的神的国 心意的祷告 是神在改变我们 我们进入神的旨意 进入神的旨意 以神的旨意 来祷告 再祷告 所以 以神的旨意祷告 神会关心我们的需要 这个需要呢 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一个祷告 不是一个 是满足我日用的饮食 不是说 要在这个世上多好 多成功 多满足 多满足 所以 真正的信徒来到神面前 是跟神的旨意认同的 以神为中心的祷告 求神的国降临 求神的旨意 我想这个是 这个是耶稣基督教导能够祷告 我觉得这个再清楚不过 我想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 真的是 就是 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所求的祷告 我觉得真的我们没有跟神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关系 祷告的一个正确的关系 另外我在讲义当中也提到了 就是说 就是说 以神为中心的祷告 就是说 我想再没有两件事 我刚才上午已经提过了 就是这个 两件事是最重要的 一个是传福音 再一个就是说 圣洁 圣洁 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成长 没有 没有比这两件事更起足不过 在神的这个 在神的这个 指引上面 这是神呼召我们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去做到 传福音 这个圣洁的生活 依靠神 叫做 依靠圣灵 如果 如果 如果我们在这件 这两件事上有推欠的话 我们真的是需要回来 我们可能真的是不在神的心理上 因为这个太清楚了 第二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就是说 祷告的一开始 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你知道 在天上这个父 穆斯林 没法用这个术语的 穆斯林的祷告 他不可能来到神面前 称这个神为天父的 他没有这个关系 只有基督徒有这个关系 天父这个关系 也就是说 这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 就是认同 神是我们的什么 神是我们的父亲 神是我的父亲 神是我的父亲 我们相信 神会 天父会顾念 我们的需要 他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是他的什么 儿子 他会顾念我们 这个物质上的需要 另外的儿子 应该像什么 像父亲 我们应该像什么 我们应该像耶稣 是不是 对 好 所以 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相信 父亲 天父对我们的保护 特别是在生活艰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相信 他是我的父亲 他是我的父亲 要不然的话 我们会有各样的焦虑 各样的担心 最关键的 是我们相不相信 他是我的天父 天国八福和我们其实讲到这个门徒的祷告 我们最终的祷告的是为谁 我们跟天父的关系 我们对神旨意的认同 传福音和圣地的生活 我这次今天呢 其实跟大家的分享 关于福音书的信息 谢谢 我想今天先到这里 我接下来想分享 我个人的福师的一些 在伯克利去年 还不到今年的一些 见证分享 一些内阁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说 你们有问题的话 现在可以问 好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九节 他说 福德和人配到佳命中最小的一条 教训人这样做 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人 他如果飞到佳命中的一条 他还会在天国吗 他还会在天国吗 我们看看上下的文 前面是讲律法 我想这句话的比喻只是一个相对的比喻 是不是他在天国里面 不用这个问题我问得很好 对 我现在能看到的就是说 他是比较这两个人 比较这两个人 比较这两个人 我觉得天国有大和小 天国里面有赏赐不一样 对 赏赐不一样 赏赐不一样 对 就是说 不是以世上的这种地位来做标准 是以这个 你愿意谦卑俯士来做标准 好 大家既然提到这个问题 我今天还是带了一点 因为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还是比较偏重宏观的 宏观的分享 我今天其实带了一些 一些颜度版圣经 我订了很多本 就是订了很多本 它光优惠 这个是 原价大概70块美金 现在我订了 它如果打8个 70块美金 这本《颜度版圣经》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 你作为这个 你个人的查经 或者是预备查经 非常好 它是40多位 福音派的学者 这个 都是非常好的 福音派敬前 然后 对圣经 我觉得神学思想结构 还有原代表 非常清楚 非常简洁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 我觉得基督徒 应该 应该有这一本 作为 因为很多 很多细节的问题 你带查经很快就解决了 对 没带过钱怎么办 差一些票 你写机票也行 机票也没带 好 好 对 不要提 你 我们6月9号还可以吧 我先拿着 你拿着可以 你就记得三个月 没有没有没有 我现在找个界限 中央代限 我记得下次去管车 对 我再带一些 多少钱 50块钱 50块钱 对 对 好 这个 就是说 我每次查经 我都会 我事先都会 都会看这个 都会看 其实我对圣经 其实我对圣经 可能好的地方 我大体我都清楚 但是还有些细致和墨迹 我们大家 用这本书 这非常庆诚 对 你现在要拿也可以 你待会儿结束后 你要拿也可以 还有那个 等一下 五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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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有的都给我 对 对 对 好 那 现在 现在 就是 对 你们可以拿 传的 看传的药 你都会把钱给我 可以 那 更新版 可能有些稍微有点更新 但大体上应该是跟原来差不太多 对 但是就是 我觉得是蛮好的 对 对 不是够 对 对 好 这是一个事情 你们想不想 我想 要不然我们抓点时间 我们就不休息了 好不好 好 我们这十点钟 我们剩下了还有一点内容 就是 就是 就是关于这个 祝福我们 这个 福士忠的祷告和传福音的一点内容 我想跟大家来分享 然后我们最后 最后 你们一起的祷告 我们难得三个校区在这里 我们 我们最后一起为我们 这个 三个校区的福音工作祷告 那 我想分享一点 就是 就是我 乃伯克利之后呢 就是 关于客人的探访传福音 就是 实际上就是说 有效福音工作 有三个方面 我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 最为我们 把人邀请到我们团庆来 这个 带领查经的人 非常重要 带领查经的人 他 需要对这个圣经 特别是对福音书 我想大家 他都查福音书 对这个圣经有深入的准备 而且对这个经文 对于现实 特别是对我生命的意义 他也有深深的体会 也就是说 当我们 带了查经的 他不到有来的之后 最重要他来的之后 他有收获嘛 是不是 如果 来的人 来参加我们的查经 他没有收获 他就很难继续来嘛 这是个最基本的 我觉得这个最基本的 而且你对这个圣经的经文 你是有生命的体会和经历 或者是见证 这个 这个跟我们平常的生命是有关的 实际上 我们是活在这个福音当中 对 我们是会经历到神的改变 对 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是有见证的 因为 因为人来到 来到这个 最终的不是 不是 是我们会介绍圣经的一些知识 但是最终的话 我们是不是传递一个知识型 其实福音书 你主要看 其实 它的每一章 都会有福音信息在里面 侧重讲到福音的不同的方面 对 这个是我们需要传递出去 而且这个圣经 对我来讲 是有生命的影响 讲到人性 讲到人性的问题 讲到罪 我觉得这个 我们去年有一位 这个老师 就是说 这个访问学者 我们跟他住得很近 我们当时邀请他来 这个 我第一次是我太太邀请 她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做Presentation我就来 如果是这种讨论事 她就不来 好 后来我 我叫太太跟她打电话 我又接过话 我说我们 我们实际上 不是做Presentation 其实这个讨论事 也是很深入的 她说那好吧 那我来听一次 听了一次呢 很感谢神 后来她坐我们的车去 要回家 我能就能在她的查经过程中 我能感觉这个 她在有变化 我能感觉这个人在 这个 在高米奇查经当中 有变化 因为在一个圣经的经文 你知道这个福音书 让这个照亮这个内心的本质 这个是我们需要的准备 这是第一点 这个是我想 这个下 从我某个方面 我很有负担 跟大家讲四福音书 这个是我这里的负担 我们需要对福音书 是非常清楚 对福音书非常清楚 因为我们如果不清楚 我们不经历 我们如何跟别人讲 是不是 这个一定要清楚 对福音的这个了解 所以 我鼓励大家买这些书 实际上都是 都是装备我们自己 对神的话 有深入的装备 它来了之后 而且你会发现神的话 你自己装了之后 神的话是非常 我觉得这应该是圣经讲 两人的箭嘛 它能够剖开人的意味 对 它来之后 它真正 对真正寻处的人来讲 它觉得这个是 对它有收获 来吸引它 这是第二个 我觉得有效福音的工作 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 就是说 与木道有关系的突破 我觉得探访真的是非常有果效 探访这个 我刚来摩克里的时候 可能第一次吧 我觉得刚刚第一次去 查尼村子里的法学者 当时我记得好像 没什么木道有 我其实当时是蛮失望的 后来我跟智辉 就是有一个周末 我们没有查经 我就跟智辉去 我们探访大概五家人 实际上目标是四家人 后来有两家人住在一起 我们当时探访之后 其实我们感觉也没做到 但是那两次的探访 让我们收获非常大 因为就是说 我们去探访 访问学者的时候呢 他们很愿意跟我们沟通 用这位访问学者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的语言能力 在这边还是很有限的 他们其实很想对美国文化 有点了解 这边生活 但是他们的语言能力 跟美国人沟通 还是非常有限的 当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呢 因为智辉 他的社会在这边生活很多年 所以我们跟他们讲 他对美国的了解 多多少少很帮助他们 其实对一个访问学者来讲 说老实来讲 那些访问学者跟我们讲 其实他们在国内 都还是蛮有些地位的 知道吗 他们来到这个时候 觉得有点失落 知道吗 因为就是 人家地盘 对 简单一句话 反叛有点难 但你真正去关心他的时候 其实人是真正需要被关心的 你在国内你去找自己访问学者 他根本不需要你 你知道吗 对 对 你到这里的话 你真正的 其实我跟智辉 就探访了 结果那几位都一直来 都一直来 都一直来我团戏 而且 我们 而且有一位老师 有些生活上的问题 我们生活上 稍微关心他 他们其实很感动 是 深感 所以 我鼓励大家 就是说 你们不要把探访 当做一个 很挑战 或者 担任为为这个祷告 对 我觉得是 与目道有关系的突破 对 你为这个祷告 你选中你的目标 你或者是 两个两个 约定会 跟他们去探访一下 然后 我第一次跟智辉区的时候 就是拿了 干姐做的泡菜 带一些好笑语 就很简单 你带一些福音资料 对 你就跟他带一点东西 对你 表达你的心意 邀请他 我觉得 我觉得 没有太难的事情 所以你探访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 介绍你自己 你是说 我是基督徒 我会想要 因为智慧 刚开始的认识上 我们进去都很熟了 都是中国人 一聊 就聊开了 就说话 就是他问这个 你问那个 然后 就说话 熟了 如果不认识的 就没办 多多少少 我想你们都会接触到一些 比如说 如果你们开了活动 来了活动 你办一个活动 肯定来到不少信任 留一些方式 你找个时间 来看看你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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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tar 因为就是 因为耶稣基督他在macbook 在其中 跟门徒的 是常跟门徒怎么样 在一起 我觉得 我认识一个 就是说他住在我们对面 我觉得他能够姓主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ut Belente 줘 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在一起,知道吗? 他的小孩跟我们学校,就是说,因为我经常在一起之后 他慢慢就接纳你这个人,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会有些个别的信仰问题 我觉得像知识分子,他们会很认真地探讨一些问题 我认识那个法国学者,他第一次问我,就是说这个罪是什么 他第一次去教会别人讲的罪,他理解不了 后来我就跟他讲这个罪的问题 后来他问我,我是怎么信的,我就诚实地跟他讲 他问到神是不是真的存在,我就跟他讲 后来我给他言语之语 反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一下子 就慢慢的过程当中,我就能感觉到他有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形 你需要跟他怎么样?有接触 你需要跟他有接触 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跟他没有接触,当然你就很难跟他有交流 对,我想这个原则不仅是法国学者,学生也是这样子 你昨天,前天,萧村医生,伯格利跟我分享的 他跟我们一个舞蹈友们吃饭,他花了两个小时 跟他一起吃饭 后来谈到他信仰的问题,对他有一些建议 就是说,因为你接触之后的话 你就会,就是说,人他都是需要被关心的,知道吗? 但是在这个寻入当中,你会看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 对 对 好不好? 好,你们一定要做,要做这个探法 对 这个是可以,这个是非常真实的 而且,你预备一些文音资料,如指引 预备一些,你随时 因为你当他接触了,你就知道他的思维方式,他的需要是什么 对 对,你跟他吃顿饭 对 就是吃顿饭,聊聊天 对 简单一点,就是传个简讯,关心他一下 简讯真的还不行,我觉得还是要吃饭 或者吃饭 简讯真的是不能表达你对他的这个 那如果你们可以多拍,聊拍了之后,就可以再深入这一页 对 对 不能说一下子就是,我来吃饭吧 吃饭了 也可以,中国人都喜欢吃饭 对 没关系的 就是说 你最重要的表达,你是对他有关心嘛 有诚意 对 但是,这是第三点我最想提到的 就是说 就是要祷告 真的是你要祷告 对 你要背后为他祷告 我自己去年刚来伯格律的时候 虽然刚开始探访了,邀请人来不过来 是我当时最大的一个挣扎 每次的就是每个星期,就是担心什么 担心他们来不来 我有点早晨起来,就是我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 我就 我就跪在神面前 我说,这个他来不来交给你 我说这个不是我掌控的 但是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为他祷告 因为他最终 最终是在神手中 对 我觉得 当我们愿意 这个交给他的时候 交给神之后 你相信神 神他会做事情 我觉得基督徒可能 很亏欠的地方 我们可能真的祷告太少 为悟到有的祷告 对 而且就是说 这个 当你 特别是 当你真正的有一个目道友信主之后 那个目道友的那个 他的福音能力跟你是不一样的 他的福音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并强 对 他会影响他周围的人 他的见证 他的说服意 我们很奇妙 我们那个对面的访问学者走了之后 结果住他那个地方的人 他又认识了一个人 把他认识到 那个人很自动就来我们团契了 他那个同事来 对我们一开始也很有戒心 但是呢 他经常去帮他这个同事 后来那个同事也来我们团契 所以就是 就是 就是说 你做我们应当做的 祷告过去 对着神 你要相信这一点 神的旨意是传福音 人得救 当我们真正用心摆上去做的时候 祷告了 神他不会围囊我们 让我们 没有人得救 你知道吗? 你要相信这一点 这是神的事情 对神的旨意 他把我拿自己 对 关键是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负上我们的责任有个代价 如果我们对这些 因为如果我们对这些探访 对祷告 我们都不放在这个重心的话 神也很难做事情 如果我们不探访 我们不祷告 神就信主了 有人信主了 我觉得这个太容易了 这个大马里福音都可以传来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附上 祷告和探访的代价 但你仔细想一想 其实这个探访的代价 其实也不是说很难 对 好不好? 好 你们今天说了很多好 对 对 这个一定要做 这个一定要做 对 很简单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很简单 三点 有效的飞行工作 就是说我们的查经 我们是认真准备的 有生命的流露 然后我们需要看法 再次我们需要不想打过的代价 好 你们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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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问题 就是说 我们有些人查经的时候 有人就是说 就是说 比如说 以后 或者在世上 要信耶稣基督的人 早已经被拣选 被神拣选了 对 就是说 神早已知道 哪些人最后会信耶稣基督 对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肯定不知道了 对 我们不知道了 那如果假设 不是所有人都会信耶稣基督的话 那我们万一传错了对象 不是 你跟我传 我们的任务是传 我们的任务是传 我们传的哪个人 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 这是神的工作 不错 但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没有去传 对 关键是我们 关键几个问题 关键是我们有没有 有没有去接触他 去跟他传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把福音给他讲清楚 对 那他可能 可能没有通过我们信 他可能通过其他的渠道信 对 但是这是神预定的 是不是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说 保罗也对这个 保罗对这个 这个神对保罗说 他说不要怕 在这城中 有我所拣选的人 叫他大胆地去传 对 其实对我们的鼓励就是说 我相信不管在哪个小区 都有神怎么样 拣选 但是关键是 我们有没有怎么touch到他 我觉得我们亏欠的问题是 我们没有去touch到这个 对 但从另外一个方 当你真正做到了 当你真正做到了 当你真正的抓到神检求的人 他从不知道 当然可能这个做信 这个 这个是你是非常喜悦的 知道 我经历到这个神的 我经历到导告 我经历到探访的代价 我经历到看到神正式的改变 我跟神一起收割 我想没有比这个更好 对 就是说 那 那 那我们这个团契是一个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团契 对 而且也是在神心一种 对 还有其他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怎么让人有耐心呢 比如说 你跟人说了两三次 他非常当眼 然后你就算 对 就是说 就是说 有的人他很抵挡 就是 我觉得还是用爱心来对待他 就是说 因为可能是这个人的时间不一样 到时间 那 那 我想就是说 最重要的还是邀请他 能够来到我们中间 来到我们中间 能够 能够对这个圣经有些深入的 因为 我通常来讲 我个人的经历 除非我个个人 跟这个人传福音 把福音讲得很清楚 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呢 我不敢保证 因为有的人 啊 知道了 但是他并没有 但是我感觉 最稳固的一个人的信仰 他在完整中 他持续比较插进 半年和一年 他真正的明白这个 他也受改变 他也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 他的生命也一定被改变 我觉得这样的话 这个人的这个 接触福音信 这个是真实的 嗯 对 当然我们去邀请人 他这个人来 或者做 但是 当我去邀请人 接触的人 我的责任尽大 我知道 我心中不会有 嗯 不会有这个 这个 因为他 他将来 他要面对神交战 有人跟你传到福音 你拒绝了 这是他跟神的事情 这不是你跟神的事情 对 但是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 我们要做到 我们该做的 嗯 嗯 嗯 关于刚才讲 神的荣耀 我就想到 一经文 所以这也是个问题 就是 罗马书讲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 神的荣耀 对 所以我想 如果我们要是 真有这个眼光 看到说 哦 原来这个人 可以有神的荣耀 而他现在没有 对 我就觉得说 哦 那给这个人 希望他承受 这个荣耀的那个动力 就有了 对吧 但是呢 在大多数情况之下 就看不到这一点 就是怎么样子说 哎 这个人 他我想 非常 有时候讲 给他传福音 就真的是非常教嘲 就是因为经常说 每个人都要给他传福音 然后他不信神的 但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 他亏缺神的荣耀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他哪里亏缺神的荣耀 我也不知道 然后如果我敢传福音以后 能不能就能变得 这种荣耀神呢 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时候就好像 有点热心里面 啊 我不知道说 啊 您在面对一个 悟道友 您对他的最大的负担 你是什么 我看到一个人 还是每个人不一样 嗯 嗯 当然就是说 对一个 现在一个悟道友 他最终的话 就是说 那一部还是建立关系 对 就是为什么想要给他传福音 那 那 那 达克里方来讲 那我对 我觉得达克最现实的 我太太小孩同学 哦 我们在这家过去的三年 哦 大概一年多前 他先生跟他提出来的 我小孩的同学以前从来没想到她会跟她要离婚 因为这个姊妹呢 实际上给她现在的条件好很多 收入,她的房子大部分都常常来来 她没想到她还离婚 最后才知道她有第三者,这个男的大学同学 最后这个姊妹才反省到了 她在家庭当中一直没有把她丈夫当正确 一直处于提示她丈夫的这位教授 一位比较高,强势主导 当她先生提出来跟她打官司的时候 她很非常舒服 舒服之后后来我给她传福音 后来她那段时间非常的痛快 后来讲话跟她结束后来 后来带她信嘴 现在她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她说我要早就信嘴就好了 其实她不认为她有罪 对,其实人的我们都是活在罪中的 我们都不认为 罪了当然这个词比较重要 但是我比较愿意用讲这个罪 实际上活在自我中心里 对,所以这个就是要点 在她丈夫没有提出已婚的时候 这个人看起来一切OK 对吧 所以经上导致我们说 经上写的觉得是对的 她说每个人都犯了嘴 亏许的神经 但是我没有看到 然后所以没办法跟她早就喘 对,那我觉得就是 这个是圣灵的工程 你因为她一个是她不知道罪的标准 圣灵最后会在她身上做工的 如果说她还是没有 不认为自己有罪 没有认罪为改 然后她不可能一辈子都顺 当她遇到了低潮的时候 她才会检讨自己 为什么会遇到神在她身上做工 这个时候她就会知道自己有罪 那我们的任务就是作为一个渠道 传过这福音 哪一天她开窍了 对,那就是她获得神 对她的恩典,她的福音 她能够知道自己有罪 自己看自己的内心 怎么样去改变自己的心 那我们能做的也只能这样 韩女儿,可是我觉得 我们传福音是把神的爱传出去 我不是说这个能不能得救 那能不能得救 我觉得我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就是神的神漏 我们只是说 因为神爱神 他愿万能得就不愿一人沉沦 对不对?圣经也这么讲 所以我就相信 每人都是自神拣选的 他就在接不接受 这是他的问题 对,这是真的 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看出来 他有什么地方是愧疚 他自己也没有看出来的话 我就觉得我很委屈 然后就是说吃力不讨好 说饭偏 然后这种 这种我还是不要去了 所以我们就把自己这个放下来 这样放下来 这样放下来 这个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的 对 这个就是说 我尽我所能 我邀请他能够来到 来到团契当中 他能够来知道福音到底是什么 圣灵的光照 所以这个祷告非常重要 所以他来到这个团契 慢慢体会到按神的标准 他愿意接纳自己是一个罪名 这最终是按神的标准 不是说 我告诉他 已是个罪名 是他愿意在神面前来 意识到自己是个罪名 我也没办法乱断他 我没有乱断 对,如果我不知道他的罪在哪 对,我没办法 这个没有 只是 只是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茶厅 在圣灵当中 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 对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这个完全不是我们掌控的 然后 而且有的时候我能看出来 但是他自己不认 也是很 带到神面前来 他就看出来 这个 我觉得 就韩宇 我觉得谈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涉及到我们的 我们的focus 我们的重点 我们说当中 我们不是研究这个人 对 不是研究他有没有 游览了罪 帮助他解决了 这不是我们的责任 这不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 是把他邀请到神面前来 要到神面前来 邀请到这个 我们精心准备神的话 也为他导入 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 其他的事情 不是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也没办法做 那是神的工作 很难把他邀请到神面前来 好 就是说 我想你看另外一件事情 你可以看 所有真心信主 他受洗的这一天开始 他人生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这个是从神的角度 看到神的荣耀 因为你像圣经里面讲 就是说 有一个人认罪悔改 要比99亿人神还宝贵他 如果说你常常去 我很喜欢成家看寿喜 你看每个寿喜 他做见证的时候 他只要是真心 在神面前 人生最悲哀 他的人生发现一个转变 那个转变的 因为你开始好像 那个刚系组 好像也涕线有一小一点点 可是你看到他的转变 你就知道 他这一个信仰对他一生 的影响多么的大 你从这个角度 就像刚刚分享讲说 不是说我们把它说服 或者看他需要什么 告诉他 我们就是把这个福音介绍给他 这个福音 当他接受的时候 他这一身所改变 对这个人的影响 你就知道 天上都要欢乐 那个巨大的话 所以你能够看到这一点 比如说神的荣耀 你看到这一点是神的荣耀的话 神的荣耀不是看一个人 他99个行役的人 不是这样 而是有一个人他转变 他看到自己的人这件事情 是对他的影响的改变 成为他一生的祝福这件事情 有多大 你看到这一点的话 你就传出你给他 因为你知道有一天 神要给他这一个 就光这一点上 就算没有火效 你也知道神会做 我看一下你要不要 神的荣耀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看的荣耀 不是说我从此有99个行役 我都让他变成很好的人 那个不是神看的荣耀 神就是要 其实对我们自己 我们不是刚信主的时候 就变得很好 但是我们发现 当我们信主以后 我这一生走的路的方向 完全不同 跟我 如果这一辈子 没有经过信仰的话 我人生所走的 对我人生的改变 那个是巨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你看到这一点 就算从人的角度看 那个巨大是 你有这个神的眼光看到 你可以看到那个荣耀 但是神的荣耀就是在 当你愿意跪下来 向神说赦免我 那一点的改变 是一个神 天上比991人还大 嗯 明白 是的 有时候很讨厌 或者是不信的人 有时候很讨厌 拉人入教 这种做法 实际上有时候太功利了 你想在神面前给点功 你不择手段拉他 其实也不 这个 你想保罗是怎样的 保罗是因为他爱同胞 他说这个以色列人 不信耶稣啊 他说他很痛心 他说我宁愿以基督隔绝 让我的同胞来能信主 他在这种动机下 你没有爱心 这个温元提的 所以因为我们得到爱了 我们也想让好的东西给别人的时候 这种诚意 这种爱心 在你去接触的那个人 他感受到什么 其实比你说什么还强 就是你 也有人我听过的传福音 先把这个信条跟你说一顿 就跟那个中道说一样 那个快速传福音分钟的那个 哇就跟打强心针 但是有好多人时机不到啊 那个也是觉得 哦这是传调的 你见过那个moment吗 就是这样的 对 很快的 但是我不是说这个 每个人信是一个渠道的 但是我觉得更感人的就是说 你能真心爱一个灵魂 爱一个人的生活 这样的话 你看他实际不到 也不要去惹那个讨厌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跟说大尔文当时在这个 船上的时候 那个 有人就是这样 非那个 要他 改变他的信仰的时候 就是说 引起极大的反感 是那样的 但当然就每一个人 这个不同了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要考虑 你是不是爱这个灵魂 你觉得神的时机要不到的时候 你认为到了 就非要给他打一记 强心针 甚至也不管 因为还蛮惹讨厌的 对 就是这样的 连我们也都是 converted 就是当时 别人怎么样给你传的 是用真心打动的 我一直到受洗那天 都觉得是 是受圣灵的感动 而不是说 怎么样 把道理讲清楚 非要认罪 什么的 但也像这样讲的 圣灵感动你的时候 你就 马上 你的心就化了 就是这些罪的东西 也都写出来了 谢谢 这么做 我最后给你一个 我分享给大家 一个见证 我们就结束好不好 你结束一个人好不好 这个见证很感动我 就是我在国内服事的时候 我有去到深圳的一个教会服事 我就去那个教会老师 然后那天主持的一个弟兄 他就讲他的信主的见证 一个见证 他在西伯尔大学读书 他说在西伯尔大学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姊妹 西伯尔大学在西安的这个西面 他说有一个基督徒是 在上学在西安的东面 他说大概有四十天 这个姊妹 每天坐公交 七八十分暑假的时候 坐公交车到他学校 跟他讲课 只讲了个小时 讲课 讲了四十天 他说那四十天我没清楚 他说我回想起来 这个姊妹 他说后来我接着他的时候 我发现他身上都很臭 因为夏天了 因为这个姊妹 他做完自己的功课的时候 他就去找川福音 结果就找到他 他说我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说他真的是耶稣基督的相亲 四十天 每天一个小时 他说我那天 他一口就讲了个简直 我那天全部都讲了 我当时非常是我干的 我想有时候 可能我们付出了一些东西 可能这个人不是在我们 接的果子 但是我们成为一个什么 是个简直 是个简直 我想就是 就是神最终的看重 看重的是我的内心 我们是为谁做的 神不是说 今天你 你今天穿了五个飞光 你 对 神不是看重 我觉得神绝对不看重 神最终看我们的内心 那么我们四天要结束 我不想 我们之前 我们就点点祷告好不好 我想我们这样起来 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 稍微一个圈好不好 维一个圈 然后我们还是 为一个小区祷告 我们先围起来好不好 等一等一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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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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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